配合国际劳动节 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 加州的奥克兰 乃至金融中心纽约等多地 都爆发五一大游行 示威者们高举美国国旗 标语牌和海报 一路经过城市的地标 对抗的形象今年也十分鲜明 那就是总统特朗普 示威者批评特朗普的移民政策 正在迫害美国各阶级劳工 并强调工人们不要围墙 不要禁令 在波特兰 示威者群情汹涌 不但朝警方投掷物品 还放火焚烧公物 迫使警方展开逮捕行动 同样的混乱场景 也发生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原本和平上演的劳动节示威 最后变成暴力冲突 有示威者朝警方投掷石头 甚至占领街道 镇报警察被迫出动 催泪弹和水炮来驱散示威人群 波多黎各则因为债务危机 迟迟未能解决 使市民累积的不满 在五一劳动节全部爆发 数以千计的市民 走上首都圣虎岸的街头抗议 要政府尽力解决 再无问题 示威者情绪高涨 一度和警方爆发冲突 警方最后出动催泪弹 驱散人群 还逮捕了好几名姿势者 NTV7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